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告诉我们说神是赐我们忍耐安慰的神 那我们再来读第13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那第13节我再读一次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兄姐妹 感谢神 你只要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你的心里 一面讲说祂是赐给我们安慰的神 那第二个是赐给我们盼望的神 而且告诉我们说 这个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 这样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神就用诸般好 就是很多的喜乐 很多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哇 弟兄姐妹 盼望是多么的重要 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他就没有明天了 他就没有前途 今天再好对他来讲 都是没有意义的 反过来一个有盼望的人 他无论他面对环境有多么的困难 但是因为有这个盼望 他就觉得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可以走过去 那有一个弟兄 他到上海去 他搭了那个 这个计程车 那他这个后来在闲聊 这个计程车司机跟他讲 他们的工作 一天12个小时 有时候他坐到15个钟头 他说哇 你为什么这么辛苦 他说我充满的盼望 因为这个上海越来越繁荣 越来越好 那所以他说我在辛苦 我都愿意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边 他们会越来越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辛苦不辛苦 辛苦 但是他因为他觉得 他这样的工作 是有股秀效果的 而且他的未来是非常美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 这位死人有盼望的神 使我们可以天天活在 一个美好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虽然 罪使我们 没有神 也没有指望 但是福音说 我们是有指望 也有神 是因为 他是死人有盼望的神 他第一件 所要做的事 要将 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我们的心 就是很各式各样 然后圣灵的大能 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很多的基督徒 这个不快乐 因为他们不认识 我们所信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 是不但是救赎我们的神 而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 他不是 不只是关心我们的将来 他也关心我们今天的生活 你是否被疾病所残扰 你是否失业 或者是 你没有对象 没有好的形象 也没有好的家庭 没有好的丈夫 或者没有好的妻子 或者什么什么没有 没有没有 但是你想想 是谁定规呢 每一个 每一天都有一个清晨灵道 是谁设计 每一个月过去 又有新的一个月过来 每一年 我们所结束的时候 我们都面对的是新年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日子 结起 都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所设计的 所以弟兄姐妹 借着每一个日子 每一个日子 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过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过 因为我们的神 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不要去数算你的难处 不要去数算你的困难 弟兄姐妹 你一直看那个 你不会 你会不会有盼望 你不会有盼望 你不会有改变 但是弟兄姐妹 当你仰望你 我们的神的时候 仰望我们的救助 我们就看见美好的事 就不断地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他不但是 忍耐安慰的神 也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 上帝赐福给你 我们的神 一面 他在困境中 是我们的安慰 跟我们 赐忍耐给我们 那一面 在 好像 绝望当中 他永远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弟兄姐妹 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我们 凡事都能做 上帝赐福给你 因你同在 阿们